网传信息显示白纸革命的发起者 南京传媒学院的李康梦同学 从11月26日消失至今仍鸟无音讯 如今又有南传的学生在网上发信息说 中央专案组已经进驻学校 校方已经把整个事件定性为境外势力煽动 有更加恶劣的定性的可能 从11月26日至今都没有任何关于举白纸的女生李康梦 和其他举白纸同学的消息 学校的领导也拒绝透露任何调查的情况 很多同学都被威胁要闭嘴 那么这名同学表示说 南京传媒学院并不是清华也不是北大 他们的学校领导根本抵不住这样大的压力 学校领导也没有能力保住学生 因此在网络求助 还有南传的学生表示说 从11月26日晚上事件发起之后 学校就已经调查了6名学生 之后相关学生的任科老师也经受了调查 上个周末还有学生被没收了手机电脑 一两天之后 这名学生还被叫去写了两份笔录 再加一份保证书 才把这些手机电脑设备还给他 南传的同学还说 他的班主任透露 中国的国安正在按照名单监控部分学生 还有关于学校的这个聚集活动的一个事情 我这边呢我也不发表任何的言论 然后我们这边只是说 大家安心的做自己的学习方面的一个事情 建议各位同学 不传谣不信谣 这个我也不知道 周末的时间我们也不清楚 不传谣不信谣 然后也请各位同学不要参与 因为这个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了 其他的我们也没有什么信息 因为都是周末 还是跟自己前头挂钩吧 各位同学 因为现在整个全民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包括街边小贩 然后以及这个开足处的设计 人家都在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个事情 然后都觉得你们南川的学生真牛逼 也是请各位同学 就是在学校里面 安心的做自己的逼设 以及跟自己学业有关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边已经有企业来跟我打听 已经来跟我打听 直接说 可能在招聘这个工作的时候 可能对于我们学校发生的这些事情 他可能就说我们南川的学生 现在暂时不考虑 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情绪不要这么亢奉 不要这么亢奉 这个不是政府 这个是小公司 政府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 大家可能现在都比较热血 当前还是先完成自己的一个闭设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是国外反华势力一直在怂恿各位 尤其是青春热血 大学生 所以也请各位同学 尽量地去远离这些事情 你们总有一天 要为你们今天的 所得的一些 人都要为自己所得的一些 要付出代价 你也要为你方法的 这个国家有何法的 你也要为你方法的 你也要为你方法的 疫情反共是国家的正确 你也要为你方法的 合战要是国家的正确 你们不想做合战 我要开灯 有什么问题